哇靠 你妹的 唉我口水都沒啦 勾都沒勾到 你妹的 甩尾雞飛不了 唉呦有點小疼了 先揮個腐墻畫吧 喔 是我的責任 噢Shit 他死了呀 這發靈姐他死了 有沒有 一切都在計算之中 好綠的斬斧 死 呦 小畢仔這還吹死鎮長 升級啊 正在想著升級呢 有這個功能嗎 現在只能撿他的大份了 我靠有這個功能的 真不錯 我第一次知道有這個功能 萬人騎我靠 我靠 新玩法 欸 欸 有點意思 這樣的嘛 我從來沒留意過耶 嫌棄我 地圖王是誰啊 火龍這種級別的嗎 還是說阿暴這種級別的 還是說阿暴這種級別的 喔是龍骨不是 靠你妹 勾爪開刃 啊那我去打殘爪了 殘爪最好打 不過殘爪沒有斬斧 要打也是打角龍 角龍斬斧比較好用 我靠 擦槍走火了 欸 你妹的 可以摘小弟鋪吃豬 看到沒有 至今無傷 這就是技巧 不要小看血鳥 血鳥可是很牛皮的怪我 他的招式堪比迅龍 比迅龍還難 沒有前搖 打他還需要 謹慎蹭刀 感覺一套半夠了啊 一套半正好零解 他暈了 喲 打頭 哼想逃 正好勾爪開刃 我就喜歡這種 打到二連斬的時候 正好可以勾爪開刃 就是正好出口水印 然後我正好可以勾爪開刃 他想逃了 哎 想逃嗎 不想逃 暈了暈了 那麼我們這裡 直接打零解了 暈的時間比較短 哎呀看到沒有 這就是斬斧的節奏 簡直不要太爽 爽的 對啊 鬥雞炫鳥 人稱千古時大難題 挺難的 不想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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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撈 爆火了 什麼聲音 啥聲音哦 角龍陷阱 哦下去下去跟他一塊下去 你倆在幹啥呢 你倆怎麼都下來了 你倆打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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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隱身 我隱身 你們三打唄 我隱身 哦 打不過潤了是吧 你也有今天 傑哪 勾哪傑哪 nice 那我們得勾一下開個任啊 開任才能勾他回家 就這樣勾吧 哎呦 吼住了 森林沙漠射龍種史詩見面 哎呀你們 哎呦別別別別別別 我靠他差點把我偷襲死了 還好我機智 快進到池乳下 哦怎麼這麼快啊 那不行啊我養成習慣了 我上來要打個撞牆 我還在看手機呢他放動畫 沒想到已經開始打了 那咱先 打個軟化啊 哎 就這點傷害哄誰呢 哄誰呢你 哎剛剛大好機會他要出勾尾 正好可以軟化 被我一個戳打斷了 哎你沒完了是吧 哎這怪他有完沒完啊 我靠我不想吃乳下波 咱穩定一點啊 他沒完了 哦好機會 哎哎 哎哎哎哎怎麼下來 還好還好 哦 軟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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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手毛腳亂了 持乳下波不存在地 軟化打完了啊 接下來打 6 看到沒有 接下來打撞牆 靠我真火了 你是冰原怪嗎 好機會 靠 撞牆撞牆 哦 九牛二虎之力 勾爪開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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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靈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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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要吵了 還好我早引爆了 靈解靈解靈解 哎 測什麼熱鬧了 這下我不敢靈解了 你妹的 我靠你們倆空中表演砸勁呢 欸嘿嘿 還要墜機 後撤 同時應對兩隻怪物的攻擊 臨危不亂 只有一個人能做到 他姓小 他姓小 逃了 他想逃了 什麼叫香繡樹 欸大哥 讓我磨個刀行不行 你妹的 欸我隱身 香繡樹1v2是吧 那還真是只有香繡樹能做到 還有軟化啊 不軟化不好打 NICE 喔 最好呢還能打個撞牆 看一下離牆的距離近不近 好機會 好機會 好機會他正好摔尾 好機會他正好摔尾 哎呀 那7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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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點捷克 欸我小徽環呢 咱還是撫強化開打 我可怎麼 炫鳥又來了 你別煩 別閃我啊 還好沒閃到我 打偷打偷 閃完就走真有你的 不急得騎 等下控不住的時候再騎 我們先打偷 我靠 打偷 我估計快出口水印了 就這樣打呗 蹭刀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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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有何難度呢 又有何難度呢 蹭刀 蹭刀 呦這不是金火招式嗎 金火招式的弱化版嗎 打偷 打偷 大火球 沒屁用 打偷 到鴿尾 追劫 呦 追劫 呦 等他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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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 其實他的血量 別看他這樣 聖龍火虎的 其實他已經疲憊了 血量也是風中殘竹了 我們之前的努力 不是全部摸搭 還是有效果的 起身 那血量已經是風中殘竹了 nice 二暈 起身直接壓靈節 可惜沒有口水印 呦 蹭一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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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喲 風中殘竹他要回家了 先揮個強化下砸 我想到一個故事 就是曹操 借助別人家的時候 聽到別人在他床頭磨刀 他就把別人殺了 這跟著故事有點像 我把他殺了 他這是憤怒狀態嗎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憤怒狀態 黃眼的 哎喲 我靠我不能死了 但是這是個好機會 這是一個好機會 嘿嘿 墜落懸崖 我估計他 我媽一彎莫星爹一流了 我媽一彎莫星爹一流了 好不要貪 哎喲 不貪啊 結尾巴應該沒事 好險 砍頭 哼 想逃 甩尾啊 繼續啊 哦 一個飛撲 大火球 吃我槍嗎 小火球 吃我普通下砸 呦 呦呦呦呦 他應該要二連甩尾的啊 別急 哎 你對著誰甩尾呢 嚇我一跳 這麼險的嗎 明明還是蠻險 呦 啊 啊 啊 呃 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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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你應該要失敗 我應該要失敗 我應該要失敗 我一定會失敗 我一定會解決 我應該要解決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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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